大家好,我是一碰就诈的凯莉恋求君 今秋送爽心的学期开始,又到了变态出没的季节 变态们扶着猥琐的脸,迈着跟人一样的步伐 频繁地出没在图书馆,教室,厕所 贼眉鼠眼,物色着下一个猎物 前几天,五大男生在图书馆实施性骚扰的事件登上微博热搜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女生在图书馆自习时 对面的一个变态突然发情了,对着他打灰机 奇耻大辱啊,那个女生发现后 她的表现简直是咱们姐妹们的楷模 她不卑不亢,先是连着录了五段视频作为证据 然后跟变态当面对峙,让变态当场写书面道歉 看看她的书面检讨,你就明白什么叫自如其人 那个变态谁能想到居然是宝宋五大的高材生 嗨,古迹也是老爹能量小了,拖了他的后腿 这才沦落到五大来,不然这变态兴许还能上清北呢 后来,五大的处理方式也是点中点 能拖多久就是多久,三个月了,不给任何处分 理由是放假了,谁家学校放三个月的 是想避开招生计吧 直到那个女生把事情发到网络上 让武汉大学再次榜上有名 11月10号才开始处理 不知道可怜的新生们刚入学就吃到自己学校的如此大瓜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最离奇的是网上有键盘侠说什么没裸露,也没碰女的 五大很难办,我想请他们出门左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大学里的变态似乎一直很多 有考研落榜猥亵11岁女生寻刺激的 有副院长猥亵女学生被女生父亲打伤的 有女厕所趴地偷窥的 有浴室偷窥的 尽管这样,学校似乎都是息事宁人 让变态们逍遥法外 受害者呢,学校说,扇平扇铁,给你保盐 学校电大期课,一个普通学生有什么办法 只能接受罢了 不然就是名语官斗 不累死你,也得让你脱层皮 在我看来,大学应该是文化传承和科学研究的地方 正如《大学》这本书的开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 大学的作用是引领社会发展,为国家孕育人才 那么,它就该代表国家文化和道德的最高标准 即使适风日下,大学也应该是一片净土 然而,学校对于这一系列事情的冷处理告诉我们 真正的大学并不是这样的 现在的大学,校长们追求的是学校排名 老师们追求的是项目基金 行政人员们追求的是不出乱子 除此三者之外什么都可以牺牲 那么学生呢,他们只是一年一茶的野草 是食堂生意的饭票子 是店铺生意的钱袋子 是项目活动的狗腿子 教书育人看来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了 在追名逐利的道路上逐渐抛弃道德的底线 现在的教育已经被资本化了 对于学校来说,排名高低关乎着生死存亡 头部学校作用百亿经费 普通高校看看个数 都是真金白银的差距 学校接项目既可以搞钱 又可以提高排名 从而更好地搞钱 在巨大的差距加持下 各大学校纷纷实行KPI管理 鼓励老师接项目 又是分成又是晋升 接项目名利双收 试想老师们能不使吃奶的件搞项目吗 那么学生怎么办呢 老师上课就把PPT念一遍 学生们想咋的咋的 别添乱子就行 行政人员稀释宁人 把事情平息掉 别影响学校名声就行 因为道德不考核 那么就以最低标准 不出事就是有道德 能把事情平息就是能力强 说起来很讽刺 网络至少 微博至少 似乎成了管理学校的最好方式 然而网络虽然有效 但需要活起来才有用 国家这么大 但热搜就那么多 能有多少事情上热搜呢 根据武汉大学2022年 外语类保送生招生简章 学校的保送生报名条件明确写着 遵纪手法 品行端正 身心健康 成绩优秀 经就读中学推荐的 应届高中毕业生才能保送 哇哦 这个变态真是每一条都符合的绝佳人选呢 这种人间败垒 保送武大了 普通人啊 苦哈哈的参加高考 因为高考是唯一翻身的可能 而这条改变命运的路上 早就挤满了另一条赛道的人 凯绿军觉得 这次事件的那个女生非常勇敢 希望姐妹们 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都能勇敢发生 维护好自己的权利 不要让这些歪风邪气太嚣张了 最后凯绿军也希望武大能够掌掌记性 坚守正义和狼狈为鉴 哪个更影响不大的名声 相信校领导的脚趾头 比脑子想得更清楚 谁要实在想不通 就去问问你们的脚趾头 我是凯练求君 关注我陪你开热点事件